有很多人说梦想是遥不可及 不过如果你走出一步 梦想就有可能成真了 九月天市新月刊的《封面故事》 艺人陈明欣、李碧琪 和音乐人徐慧妍 就会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 今集《封面故事》以梦想为主题 不单只有艺人陈明欣、李碧琪 音乐人徐慧妍 分享他们用歌声为主追梦的故事 还有恒生管理学院创校校长崔康祥 分享建立基督教大学的蓝图 狂舞派新星被周阳发 美誉为周星池接班人的蔡汉契跳出梦想 还有去年以独木舟及徒步 完成环绕香港一周创举的 李伟鉴和曾燕廷 分享他们追寻梦想路上的喜悦跌 如何透过主教导活出信仰 另一个封面故事 有较早前和女友注册结婚的吴建豪 曾经年少轻狂的她 当她遇上主之后 如何学会珍惜自己和身边人 在非洲的宣教旅程上 她又如何经历奇妙的成绩呢 近期航空业成为不少人好奇的行业 近期《天视新月刊》就请来 五位副机师、机仓服务员 和地面服务高级主管 分享与上帝冲上云霄的特别经历 在《市民人生》中 我们请来有超过一百件发明品的科学家 李维恩 在发明的路上 他如何领受上帝的启示 他又为什么会坚称自己是发现家 而不是发明家呢 那就要留意今期《天视新》的报道了 下期视频